這邊我們來觀賞一把綁上S2的傑克 求生這裡的話是機球手、魔術師、古董商以及傭兵 傑克這裡的話帶了底牌跟閃現 開局的話中場是一個傭兵 往橋上走,應該不會追傭兵 不過可以逼下道具 橋上的話是一個魔術師 拉走了 魔術師的話有魔術棒 但是霧刃的話是可以穿的 還是可以追一下的 低頭卡一下狩獵本能 霧刃好了要甩嗎 這邊應該過板的霧刃,直接打到了 那這刀拿的還非常快的 這邊還剩是反耀的一波 魔術師這裡的話是帶了雙彈的嗎 雙彈的魔術師 霧刃的話已經好了 有一個隔牆霧刃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綁前的傑克給到的壓力還是非常的阻擋 一個隔牆霧刃 但是這個魔術棒沒有擋到 有點可笑 魔術棒的產品是有擋到 但是霧刃直接穿過去了 那這一分鐘擊倒速度還非常快的 甚至干擾到了傭兵的遺產機 嗯,不過沒辦法逼他秒救 那這樣子 場上的電機還在修 閃現還沒交出來呢 而且傑克還有一波誤刃手施的說法 哇,這樣子要打一個雙倒了呀 救下來,看到腳硬了 有一個閃現擊倒的說法 嗯,那這樣子感覺求生要走遠了 魔術師能溜起來嗎 有一個魔術棒卡 卡板的身為一個隔牆的霧刃 我的天啊,好準呀 他這霧刃基本上就沒有空過 四次霧刃,四次全中 傭兵現在是一個倒地的狀態 可能 嗯,擊球手要過來救嗎 有點遠啊 而且傑克的話有一個誤願的說法 有風險 如果沒有救下的話這把是必輸的 應該只是凱波耳鳴而已 然後三人進行一個應營 應該不會救 救的風險太大了 畢竟監管者的技能也沒有交出來 有個閃現 那這裡的話 出去找節奏 傭兵是沒有,有三個誤願還行 這裡的話B道具 不過傑克的話有一個誤影 又是一個誤願 五次誤願,五次前中 有閃現的雙位 不過這句不用交閃現 一個護腕 一個護腕 但是還是有隱身 還是走不了太遠 忽然的話還有烏苗 一個蓄力刀 打到了 場上的話 還有一台半多的電子 不打算過傭兵 追古董商可以 有霧刃 有閃現 有隱身 古董商還是比較難遛的 第一波霧刃 要甩嗎 非常的穩健啊 不著急甩 欸 這波霧刃 是被他換了個方向 兩次指戈 是不是還可以再拖一火 要閃現開刀嗎 嗯 還在等 一個指戈 但是沒有 急晕啊 一個一個霧刃 又中了 我的天啊 又閃現帶走 哇 除了剛才那波指戈 霧刃空了之外 其他的一個霧刃都中了 這時候想要過來歐逼 但是這位置能歐逼到嗎 有點難 這邊承送上過了 一個隔牆屋 欸 飛輪躲掉了 過板刀 拿到刀 然後救下來 但是感覺有點難溜啊 場上還差一台新機 喬善的話 應該需要挺多 應該能量 一個飛輪 場上還剩一台新機 古董商想 溜起來的話 得要有一個機球手的幫忙 幫忙輔助拉了下 烏刃好了 電機都壞 遺產機也在這 但是不好說了呀 一個甩烏刃 被打掉了 有操作的 一個抽刀 他這樣怎能 生死過一波遺產機啊 嗯 那古董商得去修一下 那個馬西團的了 這狀態救不了人 得傭兵過來救 那求生被架住了呀 這台電機修不了 古董商救不了人 不打雙手語 想去追波嗎 應該只是逼一下傭兵過來救而已 有烏刃一個雙刀 烏刃打到 又打中了 我的天啊 選擇去追古董商 古董商是一個 倒過的狀態 這邊卡到嗎 卡不到的 這位應該打算放棄了 我看到一個點讚 這傑克物件是真的 好強啊 我的天啊 都沒有怎麼空過 基本上每發必中 差一台整機很難捏 那這句話 恭喜傑克拿到一個四桌 再說吧 但謝謝你 會不會走